大家午安 非常感谢各位白萌之中 波荣丽临参加大学眼科 SmilePro全飞秒 近视镭射全球同步记者会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雅 很高兴在这里跟各位见面 大家知道吗 根据相关的资料料查显示 台湾的近视人口比例 已经超过了我们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 而由于我们的医疗技术持续的发达 那么因此呢 在这里大家可以知道 在我们的近视镭射 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 视力矫正重要的角色 在2019年 我们的Smile全飞秒近视镭射 引进到了大学眼科之后呢 其实Smile就已经开创了 我们的回创视力矫正的一个风潮 那也在我们所有的民众们 在术后回馈之后 在近两年来也有越来越多人 开始接受了我们的近视镭射 视力矫正 也因此让我们深耕在台湾多年 并且希望能够致力提供给我们台湾所有人 视力眼科医的方面服务的大学眼科诊所 在近期呢 也首次的导入了同样来自于德国的Smile Pro 全飞秒近视镭射 那么它同时升级到了单眼的镭射 只需要10秒钟的时间 快速精准能够多元化的服务 我们更多台湾需要服务的民众 那也因此让我们的大学眼科呢 在视力矫正的雷射阵容上面 竞争成为了台湾的第一 第一家拥有我们蔡司雷射 视力矫正中心的认证 那么当中呢 同时包含了有Smile 以及LBV的老花雷射 以及我们的Smile Pro 也就是今天将会为各位介绍的 那么今天现场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乐天女孩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为今天大学眼科送上祝贺 那么马上我们就要来邀请乐天女孩 林湘、曲曲以及芸汐 还有阿布为我们今天的活动 揭开序幕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 让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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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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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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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